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DxDy到了DuDv平面上的一小块面积 这个面积和原来面积之间有一个面积的比 就是这个加个比行列式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例题了 一共这儿有两个例题 先看第一个 计算两重解分 背景函数X加Y接分区域 X平方加Y平方小于等于X加Y加E 先看一看这是什么图形 这个当然应该说还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好像蛮简单的 对吧 那么好 我们看一看如果在直角坐标系下面切分 它是个什么样的区域 区域 区域 实际上是谁呢 我们改写一下 XY都移过去了 那就是x-1-1mm2 扩弧平方 加上y-1分2 扩弧平方 小于等于 这就是2分3了 这就是2分3 2分3 没错吧 就是2分3 如果改写一下 就是对了 就是2分6平方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解分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形 圆点 2分1 2分1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图 虽然这个本身并不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 在直角坐标 坐标下边做这个解分的话 并不方便 对不对 好 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来写的话 那么这个圆解分呢 圆解分 什么地方不方便呢 背接函数是蛮简单的 没有什么x加y 但是这个解分区域就不大好弄了 你看 从这个地方接到这个地方 请注意没有对称线线的 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 当然数字还是可以 这没有什么 对吧 这个是2分1 那么这个半径是2分6 那当然可以写了 没什么问题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是2分1 减去2分6 这个是2分1 加上2分6 这是没什么 对吧 dx 然后y方向 下面一条到上面一条 下面一条谁 圆 这个圆开方了 好 那就是2分3 这个平方以后是2分3 减去这个东西 x减1分2 平方 开方 开方 下面是负的 下面是负的 上面是正的 颜色东西 2分3 减去 x减2分1 平方 前面呢 这个 因为是相当于把这个一项移过来 然后这个2分1加上去 还要加2分1 加在后边好了 加2分1 x加y dy 没错吧 当然你说 很难吧 不是很难 但是看起来怎么样 如果你做计分的话还是很烦的 你可能心里边看到这样的形式 心里边就有点不怎么舒服了 这个题反正做起来难度不大 但是很繁琐 对吧 那我们就想了 这么一个图 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简化一点呢 那么简单点呢 很简 有一件事情一看就明白了 原点给它挪到这个地方去嘛 就OK了 就简单了 对吧 跑到当中去就好了 原点一挪就好了 变成一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图形了 这封又简单了 说不定我们也可以画成极度标来做 不画也要方便许多 那么移了以后有一个问题会产生 原来那个函数会不会变得复杂 那么去就好了 变成中心在原点的这个小 这个圆了 那个背景函数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问题不大 为什么 平移嘛 你X是无非加个常数 Y也加个常数 没什么了不起 好了 如果有这样的考虑 你又会坐标 又懂得坐标变化的话 这个题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题是个考研题 怎么样 哎呀 那些考研的学子们啊 苦得不得了啊 什么 很多人他不会变化 那这个解锋怎么样 哎呀 做得很烦 最后还做错 就很惨了 对吧 怎么样 如果你会坐标变化 看看 太简单了 X等于 显而易见 我要把这个设成U X等于U加二分之一 Y等于V加二分之一 坐标变换 好 则 下面说非常简单了 叫去 接风去 变成谁了 变成U平方加V平方小于等于2更号6平方 好 往下做还有一个东西别忘了 什么东西 加科比行列是结 X对U的导数 1 X对V的导数 X里面没V 0 Y对U的导数 0 Y对V的导数 1 多好 下科比行列是1 根本就是面积元素 大小没有变化 好了 下面咱们来说这个结果 圆切分 看一看等于多少 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了 在什么地方切分 U平方加V平方小于等于2分之 根号6的平方 其实就2分之3了 写2分之3也一样 就换成它了 那么 加科比行列是1 那只要把这个里面这个X加Y换掉好 变成U加2分之1 加V加2分之1 DU DU DV 请注意 加科比行列是14E 我写个E DU DV 这个题怎么样 我说不要解封了 干嘛不要解封了 UV都是G函数 在圆点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区域 也就是X方向是对称的 Y方向也是对称的 区域对称的 函数又是G函数 所以这两下结分是零 只剩一个E了 一结分就是面积 面积多少 2分之3 R平方 PiR平方 你看多简单 咱们避免了很复杂的运算 对吧 所以可以看出来 坐标变化是很好的东西 对吧 很烦的一个计算一下变得很简单了 好 下面一个 结分X乘Y其中的U是曲线X乘Y等于1X乘Y等于2Y等于XY等于4X在第一项线所为成的曲 看看这个题什么样 图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体现 体会 体会一下 这种题目 就是说 目的是什么 使得我们那个结封区域变得容易 变得容易 结封区域 像这种做变化的 一般结封区域都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这个小题 第二个 有曲线X乘Y等于1 好 这个是反比例函数了 也就是双曲线了 X乘Y等于1 X乘Y等于2 X乘Y等于2 也是放曲线 对吧 在第一项线 然后Y等于X对脚线 再来一个Y等于4X Y等于4X 好 这封区域是这个区域 这样的题 你说难吧 好像不难 对吧 倍阶函数很简单 X乘Y 但是这个区域 如果你说你如果要直角坐标系下边做 不大好弄了 直角坐标系下边弄 你可好弄吧 显然不好弄 对吧 你说到底这儿 还得把这两点解出来 对吧 然后你还这两个点也得解出来 可能得分成三块 才能结分 不好做 节座标好做不好做 节座标好一点 为什么好一点 它加在两个这一条线和这一条线之间 射线 这一条是θ等于四分之排 这一条是θ等于Arc tangent 是 咱们看一看 这个小题 这个小题 第二个 直角坐标显然是不好弄的 怎么弄 这几个点都要解出来 要切成三块 切成三块才好做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显然不方便 节座标好一点 对吧 划成节座标好一点 节座标 如果划成节座标 划为节座标 那是谁呢 我们看一看 试一试 结封 圆结封 等于 现在这两个 下面这个θ等于四分之排 上面那个 θ等于Arc tangent 是 底θ 下面里边这一条 是R等于上面是2 下面是根号sine2θ 上面是R等于4 这个上面是4 下面是sine2θ 没错吧 好了 然后是X平方 是R平方 X从Y是R平方 sineθ 乘cosθ 再来一个R RDR 这至少看上去当然还有点复杂 对吧 好奇吧 留给大家自己 你去试试看 为什么 我下面要讲 坐标变换 坐标变换会简单些 我们看到这种形式 觉得这个不大容易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些特点 什么特点 XY等于1 如果这个地方 就是Y除X等于1 这个是Y除X等于4 好 如果用坐标变换 什么用 怎么变换 不用说 一看就知道了 显然U等于X乘Y V等于Y除以X 就是X分子Y 为什么这样做 那马上就知道了 那就是 在这个坐标变换下 这个去成了谁了 U从1到2 V从1到4 不就这样吗 变成正方形 变成G型了 那几分多容易 好 所以请注意 如果做这个变换 U等于X乘Y V等于X除 Y除以X 那接风去变得非常简单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是 只有一个问题了 加科比行列4 好 接风去 那就变成 U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2 U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4 太简单了 加科比行列4呢 加科比行列4好像你这样一设 咱们不大好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希望是X对U球导数 Y对U球导数 X对V球 Y对V球 你现在给我的 你的这个变换形式呢 是UV用XY来表示的 好像要反解 反过来解 那么好 请注意 我们来切加科比行列4 我们采取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我就告诉大家一下 怎么样 当你变换这种样子 我们倒过来 我们来求这个行列4 U对X球导数 V对X球导数 U对Y球 V对Y球 咱们这么来弄 为什么 因为这简单 因为U和V都是XY的函数 好 U对X Y 没错吧 V对X 负的X平方分次Y U对Y X V对Y X分次1 好 那做出来呢 马上就说 这是X分次Y 这也是X分次Y 它是负的 所以X分次Y 2倍的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 因为最后我们要在UV下面解分 Y除X是V 2倍的V 那么有些同学说 那你这个是倒过来说 没问题 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我们就不再验证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就是加科比行列是 你也可以这么来做 就是当XY变幻的表达数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吧 由V由XY来表示 那么你也可以求这个公式 这个表达数 这个行列是 这个行列是恰好是加科比行列的倒数 好了 那下面就简单了 圆区分 太容易了 对吧 U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2 V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4 倍切函数 X乘Y X乘Y 那就是U了 X乘Y是U 好 加科比行列是 别忘了 加科比行列是 加科比行列是 它的倒数 二V分之 二V分之一 要不要正 绝对值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V在一次当中是正的 所以不要加绝对值 DU DV 太好做了 为什么 首先这个二分之一写到前面 常数二分之一写到前面去 U和V分离的 U自己接风好了 一接 二分之一 U平方 下面是一 上面是二 V V分之一也是读了一些风的 LogV 下面是一 下面是一 上面是四 最后就可以写出答案来了 第一个 分子上 我们都是四分之一 这个U平方 四 二带进去四 一带进去一 三 四分之三 Log Log4 Log4 Log4就是Log2的平方 不要 Log1 0 这么一个答案 你想到 刚才如果用上面那个做 我好像不大会想到会出来一个Log 因为是三角函数 对吧 最后出来这个 显而易见 怎么样 太方便了 第三个小题 表面上看这个题好像没有什么 对吧 没有什么 那么 绝对 背切函数太简单了 是绝对之X 这个区域有点小麻烦 但是也好像不是很困难 看看什么东西 这个小区域 这个小区域 大家我们仔细来看一看是什么 请注意 这个小区域是一个 二次函数 平面上的二次函数 什么图形呢 我们要通过坐标变换 就是旋转 坐标轴要旋转的话 消去这个XY 消去XXY 可以做出来 是什么 椭圆 图形如左 是个椭圆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个图形 你一开始如果去 哪怕你图形画出来 你这个图形在 在直角坐标系下 你好做吧 显然不好做 它是个斜着的一个椭圆 你说那个最右边在哪 最左边在哪 那你还要考虑 是不是那个最大 这个 就是Y 在这个曲线 在X方向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最小在什么地方 你要考虑 对吧 就是加在哪两条直线直线 然后请注意了 这玩意儿 球的时候下面这条曲线和上面这条曲线的表达 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个题要去做的话 请注意 这个区域的表示是不方便的 当然可以考虑节奏标 节奏标会容易一些 跟刚才第一题差不多 用节奏标会容易一些 那么好 现在我就直接说了 我们这个题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就是咱们现在两个方法 直角坐标显然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 最左边哪 最右边哪 你说是什么地方 可能得思考一会儿 然后下面一条和上面一条 显然也是不方便的 是带有根号的形式 所以这个节奏标 用直角坐标显然不方便 用节奏标好一点 对吧 你可以考虑怎么做节奏标 对吧 节奏标请注意 有对称性 还可以考虑只要在一半的区域上 因为绝对只有x 好 下面我们来考虑这个变换了 怎么想的呢 你凭什么想的 2x平方且2xy加y平方 小于等于1 没错吧 我就看了这题 真不方便 该写一下 我看有个同学点头了 你有没有误导什么东西了没有 你觉得会怎么样 点头的同学 这样写你觉得有什么启发没有 你看好多人都想到了 他们做变换吗 怎么变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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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懂的 怎么做坐标变换 他懂 别的同学懂不懂 想到一个窍门 为什么 他说把它变成u x变成u 把它变成v 哎呀 那一下就变成个圆了 就在圆上结封了 那多好啊 那好极了简直 不是说一般的好了 对吧 你这个刚才那个图形多复杂 所以 从这上面得到启发 对吧 那就行了 测 u等于 x v等于 x-y 对吧 对吧 这 接封区 是谁 u平方加v平方小于等于1 那么这分 接合比行列实呢 接合比行列实 当然还可以用刚才那个办法 当然这个题比也可以反减 x等于u 那么y呢 对吧 一向一过去就变成u解v了 对吧 也可以 马上可以 你看这马上也可以 这可以反减 反减当然很容易 就是x等于u y呢 你看移过去 它移过来 那么x不是u吗 u减 v 也可以 怎么都行了 好 加科比行列是 x对有求导数1 y对有求导数1 x对v求导数0 y对v求导数-1 负1 好 原来那个结封 原结封 i等于 结封区 u平方加v平方 小于等于1 绝对值x 就是绝对值u 加科比行列是 结 绝对值是1 那不用写了 du dv 那么显而易见 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 咱们只要做四分之一就行了 四分之一个原语 在这 你用上下左右都对称的 这个背景函数 区域对称的 只要在这儿做四分就行了 角度 theta从0到2分之π dθ r从0 0到1 0到1 背景函数 既然到四分之一 到这个区间 u 请注意u 相当于原来的x 就是rcosθ 换成绝对比 换成绝度标的时候 又出来一个r 现在由v换成绝度标 很好 结封了 sineθ一下子就结出来了 sineθ的 这分开结封了 对吧 sineθ放到 cosθ到前面去 后边是r的平方 结出来是三分之r立方 这个带进去 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四 这个cosθ 它的原含数是sine 二分开带进去 0带进去是0 乘以 乘以不要乘了 这几个结封 请注意 当然了 现在最后都变得蛮简单的 对吧 蛮简单的 但是请注意 如果直接做 那是非常繁琐的 非常繁琐 所以在当你碰到 结封区域 比较困难的时候 结封区域比较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想 我是不是有可能 用一个坐标变换 使它变得简单些 这儿有个思考题 把这个地方 去改成它 又怎么样 刚才是圆了 如果它又怎么样 就像这样一样 那是什么地方 那么多亏 我觉得它是个人 那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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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地方